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10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近期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趋势明显 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机会窗口 尽早遏制病毒传播 谭德赛说 中国的抗疫措施经过了实践证明取得了成效 其他国家应该借鉴中国的经验 以全力控制疫情爆发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中国的疫情正在缓解 而且是显著的缓解 这都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和中国人民的配合 这两个要素都非常重要 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他们就可能控制住疫情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所说的 谭德赛说 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时 中国迅速识别了病原体并对其测序 很快向全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而且中国采取了大规模防控行动 为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机会窗口 受益于中国正在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才有了窗口期 我们要利用好这样的窗口期 新冠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现在需要我们走到一起 共同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全人类 回家 这种体验 好 我们下场问 我们下场问 这种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